為自己加薪不是句口號 上班族與其被動盼望年終獎金 不如自己開拓財富累積的機會 改變永遠不嫌晚安 要投資也要會投資 看懂資金邏輯就是看見財富 歡迎收聽真投資 歡迎收聽真投資 我是主持人德瑜 趕緊邀請到的是我們的產業專家 摩爾投庫的鍾坤珍老師 老師好 德瑜好 聽說朋友大家好 老師真的如同你預期的一樣 台幣不過是稍稍的指貶回升 這個市場就有漲超過200點的行情 我現在已經非常期待老師 如果台幣真的開始指穩 而且轉升的話 哇 這個回升的速度會有多快啊 對 其實說台幣在 台幣在上週四 它是稍微的指穩 那今天也是稍微的指穩 對 要特別注意喔 就是說台幣是指穩 但是還沒有到轉升 對 那你去看 上週四指數大漲170多點 那今天指數大漲將近是快要300點 那你要知道說 指數這麼的強勢 它只建立在台幣指穩而已 那如果說台幣真的到時候轉升 那個速度應該是像長而飛天吧 對 所以其實 這就是我們上週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對 上週我們一直講一個觀念說 台幣在貶值的過程很艱辛 對 對 但是如果你沒有利用說 台幣貶值的過程去買股票 一旦台幣指穩被軋空手會更難 那更難好 對 其實說你去看喔 上週一到上週四 如果你沒有去買股票 我相信在上週四跟今天 已經會有這種 心癢癢了 然後會覺得 喔 早知道怎樣怎樣怎樣 對 其實會有一點心癢的感覺 而且其實你去看我們的股票 我們這些股票都是在之前就提過 對 包含像是6271的同心店 同心店之前我們有講過 他200元以下就是一個很便宜的價位 那你去看 今天同心店最高來到了214.5 對 如果說你在上週利用說 台幣貶值的過程進場去大買 今天全部都是賺錢 對 那包含像是3661的市新也是 3661的市新 我們也是從不到700元一路超速到956 今天最高價 那其實說這些股票 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未接低 那下跌空間是非常有限 那其實 就像我們上週一直在強調的邏輯 這個時間點 已知的利空 通通都不是利空 對 所以不用去擔心說 聯準會不會升息幾碼 或是說會不會經濟衰退等等的 所以你去看喔 上週四晚上凌晨啦 對 那 鮑爾先宣講話了 對 聯準會的主席鮑爾 他的立場是非常的堅定 鮑爾他是說 他為了再預防說 再重演一次 1970年的超級大通膨 對 所以會破壞整個經濟體系 所以他的言論是說 他跟鮑爾保證 他跟他的同事都會堅定 這項投入的計畫 就是升息對不對 就是說他會很堅定 他這樣子的立場 他這樣子的表達方式 有一點算是說 我為了要去打壓通膨 我可以犧牲任何的經濟成長 反正說我不管做什麼動作 通膨一定要降 我一定要把通膨打下來 對 但你去看 上週鮑爾講這樣的言論 這是非常偏向鷹派 這不只鷹 這極鷹 非常的陰險 超陰險的鮑爾 對 立場又硬 對 那所以其實說 鮑爾他這樣講 理論上來講 美股應該是要下跌 但是美國股市 上週是大漲兩天喔 禮拜四禮拜五 對 如果你說漲一天就算了 他是大漲兩天 上週四晚上美股大漲 上週五美股跳空大漲 他是用跳空的方式 一天比一天強欸 對 所以其實你去看 為什麼會說鮑爾他這一次 更堅定這樣子的立場 結果美股反而是逆勢的 跳空大漲 是不是就如同 我們的崑珍老師講的一樣 市場上都知道的立空 就不算立空了 對 就是說 這些市場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說鮑爾 他就是要去打通膨 那既然大家市場都知道 對於股市來講 他就不是立空 其實這個邏輯 你把它放在做多的立場 你會知道 就是說 全世界都知道的立多 他就不是立多 因為股市本來就是八二法則 賺錢的永遠是那個 10%的投資人 對 那你說 全世界都知道的立多 股票還會漲 請問誰要賠錢 沒有人要標金啊 那空方也是一樣 全世界都知道的立空 如果說他還會因為這樣而下跌 全世界都去放空 不就都 大家一起賺大錢 所以崑珍老師 你知道嗎 我從你這邊學到的 最大的兩個重點啊 就是你曾經告訴過我們說 已經公佈的營收 就不是營收了 它只是一連串的數字而已 對 然後已經知道的立空 或者是已經知道的立多 它就已經不是立空或立多了 對 因為說股票市場 本來就是在反映 未來的狀況 所以其實 大家很少聽到我在講 某某股票它8月份 7月份的營收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 公佈出來的立多 或是說營收 它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老實說就只是一串數字而已 真的 股票在反映的 永遠是未來的數字 不是說已經公佈了數字 對 所以其實 因為說這樣子的概念 大家可以驗證到說 美股遇到這樣子的立空還是漲 那其實把這樣子的邏輯 套用到台股也是一樣 你去看喔 如果說我們以個股的產業來講 很多的股票在今年會遇到 通膨影響 終端需求下滑 對 那又或是說 庫存 庫存的問題 庫存過剩 烏二戰爭 等等的一大堆的產業立空 是 但是就像我們上週 有特別講過嘛 其實這些產業立空 對於這些股票來講 在上半年都反映過了 而且你會發現到啊 這些立空 你在上半年都已經通通看過了 完全沒有改變 一樣持續發生在今年的下半年喔 對 就是說 這些立空你真的都是 全部都看過 那既然都看過了 它怎麼可能還會跌 不會 那上週為什麼會跌 就是因為新台幣而已 對 那既然純粹只是因為新台幣跌 那我們反而是要利用 這樣子的機會下去做切入 因為新台幣不可能 無止境的貶值 對 對 所以其實 這樣整個邏輯 你把它串起來 你會知道 這個時間點買股票 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真的超划算 而且呢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在上週的週一到週三 我們跟著崑禎老師 利用台幣弱勢 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來進場佈局 禮拜四還有今天 我們的股票都已經開始 讓大家嘗到甜頭了耶 真的 所以其實當前 整個台股的位階 其實就是很標準的一漲難跌 遇到利空不太會跌 但是有一點點的小利多 就大漲 馬上就發酵了 對 馬上就發酵 所以其實 關於說這樣子的邏輯 在我的兩大免費平台 Lighter跟Telegram 裡面都會有 趕快加入喔 對 就是說我一直長期 我再強調說 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最大的價值 不在於說技術面 籌碼面 基本面 因為我認為說 這些東西你在網路上 都查得到 對 那我認為說這兩大平台最大的價值 會告訴你說 與市場 與眾不同的邏輯 觀念 我覺得那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 真的 這非常重要 重點是說 裡面還是有非常多的獲利機會 你去看 6271的同心店 我們其實已經操作過第二趟 而且呢幾乎是半公開囉 老師 對 因為我們之前 操作第一次的時候 我沒有講 同心店它主要的三大產品線 三大客戶 是落在義法辦 對 德州儀器跟科瑞 哇 都是大廠 對 都是大廠 那既然都是大廠 就代表說 它是趨勢性的產業 對 那趨勢性的產業 本益比就是它的參考價值 那同心店在今年最差最差 可以賺19元 那 最好的狀況 可以到20到22元左右 那你去看 趨勢產業 那全年最好可以賺到19元 股價不到200元 它的本益比不到10倍 便宜 便宜 這種股票就是說 它跌破了200 還能跌去哪裡 老師已經 非常明確的點出 那個200塊的價位 對 那你去看 上週一到三 新台幣在重貶的過程 其實同心店 它也是受到影響 它也是跌破了200元 對 那就像我們講的 台幣在貶值的過程 你說所有的股票 我們手上的股票 全部都要逆致大漲 坦白講很難啦 對 對啊 我們就是 整個大環境不好啊 對 有什麼講了什麼 我們就是說 台幣在貶值的過程 我們的股票 真的難免會受到 小套的狀況 對 但是一旦說台幣直穩 全部都漲上來 所以包含像是 627的同心店 200元以下 我們上週又再進場佈局 而且老師說呢 這個它推薦的股票呢 都是量大的股票 都好進好出 市價單都可以敲的 對 量大股本 你去看200元以下的同心店 你市價單 隨便你怎麼敲 對 坐著敲 躺著敲 隨便你想敲 他的敲 隨便你啦 隨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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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吃月餅 邊烤肉來敲都可以 對 邊烤肉敲都可以 那就像是說 因為它股本夠大 200元以下 你想買個100萬 500萬 1000萬 隨便你 隨便你怎麼買 對 那今天最高 今天又是大漲了 半根漲停板 對 那今天最高來到214.5元 欸 老師 那我們上個禮拜 跟著你在任何價位敲進的話 都賺錢耶 都是賺錢 就是說你不論說 上週任何一天 任何一個價位買進 就算是上週四好了 是 上週四買進 今天全部都還是賺錢 恭喜大家 我們又實實在在的賺到囉 對 所以其實做股票 檔數真的不用多 對 你去看 我們一檔股票 夠熟悉 來回操作 這樣子的幅度跟獲利 絕對比得過 就是每天看強勢股 去東追西 之後還要來得好 對 那包含像是 3661的市新也是 3661的市新 我們從700元以下 一路這樣操作上來 那我們在前一周有公開嘛 就是說 我們最後一次是買在880元 那當然說買在880元 上週台幣在貶值的過程 我們還是被小套 對 這個難免 但是你去看 台幣稍微的指穩 上週四大漲 今天又再大漲6%以上 來到了950多塊耶 對 所有部位 通通都是賺錢 好舒服喔 這樣賺錢 對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其實整個盤面 簡單一句話就是 下跌有限 上檔空間卻是無窮 我們最壞的情況 就是損失下單的手續費 這麼划算的買賣 誰不做 現在買股票真的是一檔 非常划算的買賣 但重點是你要跟對人喔 你一定要跟對 昆蓁老師的腳步 那麼趕快利用 我們0800的專線電話 或者是直接加入 昆蓁老師兩大免費平台 我們的LightEd 還有Telegram頻道 錯過了世新 錯過了同心店 沒關係 因為昆蓁老師 隨時都幫你準備好了 新的黑馬股 隨時進場 重點就是你要付出行動 趕快打電話囉 立即撥打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摩爾證券投顧 鍾昆貞分析師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 新字第014號 新貴股票登入條件 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是否適合投資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各比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有機金管米新上市 毫無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氣做了一片23年來 都在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鏽谷鑾吸上油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勵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管米有機白米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多數個股已經在上半年 反映了產業利空 現在是跌無可跌 只剩上漲一條路了 歡迎老師帶大家布局的 同心電啦 GIS啦 上週不管什麼價位買進 全部都賺錢 這個星期我們還有新黑馬 隨時進場 速播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加入 昆蓁老師免費的LINE群組 小老鼠V178 小老鼠WE178 昆蓁老師帶你一起發 繼續回到我們真投資的節目現場 邀請到的是產業專家 摩爾頭庫的鍾坤珍老師 老師你最喜歡什麼顏色 什麼顏色喔 對 我最喜歡金色 金色喔 好那你知道最新的這個蘋果新機 i14啊 對 它目前賣的最好的是哪個顏色嗎 金色 沒有 紫色 紫色好醜 因為呢 紫色是這一次才新推出來的顏色 然後現在呢 聽說啦 iPhone14 這一次目前預購最好的是 Pro跟Pro Max 然後最受歡迎的顏色 目前是紫色佔了上風 然後你去預購Pro或Pro Max的話 但還要等到一個多月到兩個月 才能拿到信息 等這麼久 其實就是說 這一次蘋果iPhone14的銷量 預計會不錯 是 對那你去看喔 連這種芋頭色 都可以賣得這麼好 蚵仔色 這真的是蚵仔色 但是說 它實體是還蠻漂亮的啦 就有人講說 其實它的那個照片 跟它的那個食品顏色有差 所以實體應該是淤青質 一個是蚵仔 一個是蚵仔 好啦 看你喜歡蚵仔還是蚵仔 但不管怎麼樣 我們的股票都是紅通通的 我們的股票是紅色 對 其實就是說 應該是說 蘋果這一次是正常發揮 對 就是說 每一次其實蘋果新機要推出來 你會看到說 一大堆看衰的聲音 所以這一次又沒有什麼新的改變 幹嘛幹嘛的 但是通常推出來之後 銷量都會很好 包含i13 i12 甚至i11 都是這樣的概念 所以 這一次蘋果的iPhone14 它也會 預計也都會銷量不錯 對那銷量不錯 相關的股票當然也會好 雨露均災的感覺 對 那我們有全新推出一檔 全新的電池模組黑馬股 電池模組跟蘋果有什麼關係呢老師 電池模組黑馬股 它主要的產品線就是落在iPhone iPhone跟鴻海電動車電池 人家說鴻海這一次蘋果光很亮耶 因為呢 它除了蘋果的新機之外 還有那個新的那個Apple Watch 那個Ultra的那一款 也是會幫它 預計帶來不少的營收 但是對於代工廠來講 我就比較保守看待 包含說和索跟鴻海 因為代工廠它毛利太低了 對那毛利低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相對來講 獲利利潤就不會到這麼的好 那要看什麼呢老師 不能看代工廠的話要看什麼 那我覺得說就是 電池相關的模組 可能會來的比較好 跟一些PCB的廠商 那PCB當然就是GIS GIS我們上週有講過 那其實如果說 以電池模組廠來講 那就是我們全新推出這一檔 電池模組黑馬股 因為說它有兩大產品線 第一大產品線就是 蘋果iPhone的電池 的心臟 那第二大產品線就是 電動車的模組 哎呦不得了 得電池者得天下 對之前有流傳過這句話 那其實說 它兩大產品線加上來 它在今年最好的獲利情況 可以到40元 哇賺很多耶 40塊耶 那先生老師 那我當然要問一下囉 40塊的話股價不便宜吧 對問到重點 這才是重點 40塊股價不便宜吧 如果說今年最好 可以賺到40塊 但是它的股價500多 這個就沒意義 就跌跌囉 重點是 它現在的股價 停留在二字頭而已 蛤 所以 又是一檔 稍微大碗的股票呢 對就是又是一檔 下跌有限 上漲空間 無窮的股票 對你說 這麼划算的買賣 誰不做 對電池模組黑馬股 這一檔電池模組黑馬股 你可以直接來電 或直接視訊我們的 Lighter跟Telegram 直接帶你去買進 趕快先來卡位 這一檔電池模組黑馬股 可以賺到40塊 股價才在二字頭而已 對所以其實 這個時間點 台股最大的優勢 就在於說 很多的股票 它都是呈現一漲難跌 這一檔電池模組黑馬股 大家千萬不能夠錯過囉 對所以其實 這個時間點 台股最大的優勢 跟最大的 應該說底氣 台股最大的底氣 就是說 很多的股票 它都已經 它的位階都是在 地下室中的地下室 對地下室中的地下室 它下跌空間 真的是非常有限 對那只要說 利用台幣貶值的過程 我們逢低進場去買 其實獲利會非常可觀 老師那我有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 對 就是有聽眾朋友在問 他說上個禮拜 我們卡位佈局的時候 是台幣在大幅度的貶值 甚至一度進逼了 31塊的關卡 但是在禮拜四 還有今天 我們都可以看到 台幣是相對的減緩了 它的一個貶值的幅度 那現在進場 還有機會嗎 當然還有 因為說台幣剛剛指 應該說剛剛指貶 剛指貶的時候 很多股票其實 位階都還很低 對 都還有非常多的機會 才剛剛開始而已呢 對 尤其是說在當前的盤面 其實檔數真的不用多 我們只需要針對第一位階的股票 一檔一檔下去賺 對 像是3661的四星 我們總共大約是賺了三趟 對 四星我們第一次進場 是在700元 那我們到800以上 先獲利一趟 對 那他拉到了800以下 我們在第二次進場 在775 對 那又拉到了870元以上 我們再獲利一趟 對 那第三次我們是買在880元 今天已經956了 今天已經最高到了956元 所有部位全部都是賺錢 恭喜大家 真的有跟到有賺錢 對 那其實從700元上下 操作到956元 這一段 我們光是三趟來回操作 價差已經超過了40% 哇 對足足40% 所以這也是我一直在強調 其實做股票 我們就針對幾檔 熟悉的股票 有研究的股票 下去賺 獲利就會很好 對 對 那包含像是3037的星星也是 嗯 星星今天最高是來到了146元 對 如果說你是在上週 140元以下買進 今天你隨便賣 全部都是賺錢 真的隨便賣 隨便賺 你想賺多少 你自己決定 對 就是說 3037的星星 我們上週花了蠻大的篇幅 在講這一檔 對 那3037的星星 其實全年保守18元 嗯哼 就算掉了NVIDIA 跟AMD 如果又再掉了蘋果 Mac的訂單 對 那時候說他要砍單 可能砍兩成到三成 對 最壞最快 他的EPS也有15到16 嗯 那15到16最壞的情況 他目前股價不到140 還能跌去哪裡 EPS不到10耶 對 就是說他目前的位階 已經非常非常低 低到他不會再怕利空 真的就是下跌有限 但是上檔空間無窮 對 所以包含像是3037的星星 140元以下 隨便你市價單 想怎麼買就怎麼買 他也是老師所謂的量大的股票 對 今天全部都是賺錢 對 那在明天我們一樣會有全新的黑馬股 即將進場 對 就是要把握說 新台幣還沒有大幅度的升值 把握這樣的機會 盡量的去買 盡量去賺 對 所以當前盤面就是下跌有限 上檔卻是無窮 非常划算的買賣 好 所以呢現在呢 跟著崑正老師 一起來卡位布局 這些已經跌無可跌 等於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啦 唯一剩下的一條路就是上漲 包括了我們的市新 哇真的很不簡單耶 從700塊附近開始來回操作 已經漲了足足有4成 要恭喜所有跟上的朋友們 另外同心電啦 新興啦 這些股票 都是崑正老師利用台幣弱勢 那麼他們跟著大盤一起走跌的機會 帶大家來卡位布局 那也恭喜所有的好朋友們 有跟上都有賺到 那麼新一檔的這個電池模組的黑馬股呢 同樣是下跌有限 上檔空間無窮的好標的 邀請所有的朋友呢 趕快利用我們0800的專線 或者是直接加入坤正老師 兩大免費平台 我們的Light 8還有我們的Tech군頻道 務必要跟上我們的產業專家 摩爾投顧中坤正老師的獲利腳步 新的買股票真的非常划算 謝謝您的收聽 也謝謝我們的產業專家 摩爾投顧中坤正老師 立即撥打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摩爾證券投顧中坤正分析師 本公司經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薪字第014號 新貴股票登入條件 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是否適合投資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各筆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以上節目由中港新聞網 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有機金管米新上市 好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氣做了一片23年來 都在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樹枯軟稀上游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力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管米有機白米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多數個股已經在上半年 反映了產業利空 現在是跌無可跌 只剩上漲一條路了 歡迎老師帶大家布局的 同心店啦GIS啦 上週不管什麼價位買進 全部都賺錢 這個星期我們還有新黑馬 隨時進場 速播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加入昆禎老師免費的LINE群組 小老鼠WE178 小老鼠WE178 昆禎老師帶你一起發 小老鼠 小老鼠